就是说他在整个投球的谨慎度 你看就是还是会用变化球为主 以后他出棒为主 结果这个球呢 当谢家贤挥棒落空 遭到了三振 也结束了一局下半 球内太阳的攻势 出现了一支安打 但是留下了残垒没有得分 后半段呢 那当新农流队换上右头手的时候 太阳队需要带打 应该第一个想到人选 还是会想到正经 对 尤其如果是一个 那个差距是希望有常打的时候 我想的确会想到他 陈宝宏这个打击呢 所以这次相对 如果他能够更稳定一点 我们台湾毕竟左头也不多 所以的确他有一个 像之前以往 在中心军队的时候 其实宇海八宗教授就觉得 结球挥空 打击的林一祥 遭到了何继贤的三振 就是今天所投出来第三K 也让二局下半的太阳队 留下了一三雷残垒 没有得分 目前比数打完两局是零比二 落后给新农流队 结球能够有效控制的话 我想对六大者来讲 很难去游下去挥中他的一个球形 这个变化球 像从他这个投手身后投出来 所以你会有离离的挥空 两好两坏之后呢 这一个球让许志豪挥棒落空 遭到了三振 就是何继贤今天演出的第四K 四局的下半 乘台太阳队是三上三下没有得分 目前零比二战时落后 欢迎棒落空 林建良遭到了何继贤的三振 何继贤现在状况呢 从第三局开始 状况是越来越稳了 对 那我们要观察的还是在于 比如说他内角的滑角 或者他的变速球等等 我想都有起威力 那另外就是 他在第四 今天单场是五支四的表现 今天呢是前面两个打席 又连续超出两支两打 那么何继贤在下半球期 第一次的先发呢 先发的话 那如果这场比赛他没有先发 但是在六局上呢 或许让他跟何继贤两个 就分摊掉这场比赛也是有可能 对 就看整个教练团整个